各位 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蔓延放俠 南華錦老師說的 種了芭蕉 柔軟芭蕉 清代有個文人蔣誕 有一天聽見雨打花椒 深水淒迷 就在花園裡的芭蕉葉上寫了一句句子 思稅多事種芭蕉 早也燒燒 晚也燒燒 有一位小姐看到就接著寫 時君深水太無聊 種了芭蕉 柔軟芭蕉 其實人生境界不理是出家的 在家裡的 都是種了花椒 柔軟芭蕉 所以一切都是自造的 西遊記裡面 孫悟空 頭上的被觀世音 戴上的金庫 最怕唐僧念緊箍咒 一念緊箍咒 悟空就頭痛了 只好聽話 最後到了西天堂僧 都取了經 孫悟空一想 頭上的金庫還未取下來 就跑去找如來佛 請他幫他取下來 佛就笑了 問他 猴子是誰把你帶上這個金庫呢 孫悟空就說 是觀世音 佛就要他摸摸到頭上 是不是有金庫 孫悟空一摸 真的 本來就沒有戴上 這個就是中了芭蕉 柔軟芭蕉 孫悟空因此戴頭子都成了佛 人生這個頭痛的圈圈都是自己戴的 每個人都沒事 還要想個辦法 找個圈圈 戴到頭上 戴上去之後 頭痛極了 很煩惱 然後想辦法把這個圈圈脫掉 還告訴別人自己有幾本事 還脫下來這個圈圈 脫掉不到三天 頭又不痛 人就不舒服 又來一個圈圈 把頭固住了 說到寒摩 哪裏是摩 你以為打坐 看到可怕的鬼就是摩 那些鬼也不可怕 就算那些鬼要吃你 你給他吃了下肚子 兩手一勾 就勾了一個窟窿 出來了 孫悟空最慣用這個方法 被人吃了一桶就出來了 被鬼弄死也好 死了都找他變鬼 打花仗膠 這個沒什麼好怕 最可怕的是自己心中的摩 樊姆摩 哎呀 中了芭蕉 完芭蕉 這個好難發 所以維摩協講 寒摩是道場 什麼是真荷蕉 就是不動念 不傾動固 你不去種花椒 當然就不會怨花椒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好 好